中文字幕 出席 突然间 校长找我 正老师 这位部教练负责 东区华越发展中心 英文叫做COE Center of Accident 那时候是第一个训练整个东区的 华越发展 也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经验 把我的一个心得跟他们分享 所以那个时候东区大概负责了十年 就是比我一个职位叫做 东区华业发展中心的音乐工程 做每一项工作 尤其是华业的训练工作 华业训练文就叫演出 演出面临了很多 尤其是非职业性的一个乐团 尤其是学世界的困难 那么当然是会有很多困难 比如说这不是他们主要的重点 他们的重点在学业 对吗 可是呢 从我的这个要求来讲 这个 你既然要学习表演艺术 那你就要表演得好 那其实表演艺术呢 简单讲讲 你只要把基本的东西掌握了 最主要用乐团嘛 最主要看指红 还有那个 纪律管理 你要在一间非音乐专业的一个学校 去达到专业的训练效果 这个就是非常好挑战 所以说要怎么办呢 第一 第一 你要有这个好的老师 第二 你要让学生了解 他们呢这个 要花一些时间 要有效的花时间 但是我们话讲得透了 通常 如果管理好时间 读书好 他就会把音乐学得好 音乐学得好 音乐学得好 他读书也就会好 指挥呢 是 应该是用手说话 所以你就要用手表达出你要的什么东西 所以指挥应该是 要用手来说话 这是我认为应该要有的一个具备的条件 那么其实我只是在此刻的时候 尽量用手让这个 当然除了手做还有调节 还有这个肢体语言 尽量让团员在现场的时候 怎么激发他们 怎么运到他们 怎么使到他们 能够理解这个乐趣的 这个要求做激发他们的 使评出来